我要集資集資剩下去 第三十一頁中的第四行 再來瘦響形式 點起來 兩點起來 轉折 撇過來 逆筆按一下 然後當然直接再上去 這樣就會感覺整個包起來 然後這帶過來 逆筆再上去 這樣子整個筆 這邊就一個逆筆的效果 加壓 揉開來 再慢慢往右後拉 受制 再來響 起來 寫筆折 上去 勾 這邊有點怪異 這裡 勾上去 這個不要給它寫了 然後這邊帶過來 很明顯一個帶的痕跡 所以做一下 所以這個筆呢 盡量能夠把它控制 輕重能夠控制 受想形式 好 這裡用筆都很輕 再來試 這裡 用筆蠻重 然後鹹酥的味道 蠻明顯的 蠻明顯的 口字 點 撇過去 逆筆 然後刷過來 起來 撇過來 再逆筆進去 整個結構這裡比較特殊一點 逆筆 逆筆上來 點 然後這也是逆筆上去 才會有這種筆頭 加壓 勾 再一點 好 四字 再來 一 負 如 這可以 三個字一起來 一 這是 有點 這是草蘇的寫法 轉折 壓一下 過來 點 代筆 兩點 代筆 三 一般而言代筆要 一定要做出來 而且要比較輕的感覺 負 三點水 這邊這個版本 比較模糊 但是我們要把它寫出來 右邊的 代下來 直畫 第二筆 然後這邊 這應該要一撇 橫畫 它沒有刻出來 那我們就 這樣子 也跟著它省略好了 勾起來 這個代筆 如字 比較輕 下筆 下筆要小心 立筆 重輕 然後加壓 過來 帶過來 接著寫這個 口字 也是一樣 代筆 轉折 勾 好 也是可以三個字 四 四 設立 點 過來 別 好 再連續動作 加壓 揉開來 手筆 設 下筆 下筆 稍微重一點 起來 然後也按一下 整個 這個 納是比較長的 逆筆 點 這樣 立 就是連續的 連續的 連續動作 一點 滑過來 然後應該要接下面的 紙剛剛好 這有段的感覺 加重 起來 輕 再加重 往右下按 直